我十七十八岁开始学房地产 本来十七岁要买物质了 只是不够税 不够不够税数 签不到不够税 不够税数来签contract 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不成 然后每个月 一定不够了 一定是有差两三千块 我想办法怎么样再赚 然后在JB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惨 因为还要去捐血 卖血啊你 没有卖血 就是找blood campaign 因为吃到饼干 你想一个没有饭吃的人 他名下有 那个时候已经有四间屋子 在名下了 所以其他的如果有 出一点差错 又要 卖金 那个时候 Malaysia能卖吗 不能啦 So sorry Too bad I'm not ourselves 人生是一场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 我是欣宜 这一集来到 刻意练习的嘉宾呢 她是一个很懂 property的人 可是她又没有 在市场上看到的 一些很懂 property的人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 她没有开课 做guru 她也没有 所以她很特别 然后再加上 她抽我水 所以我决定 今次抽饭她水 欢迎以恒 我们讲一下缘分啦 因为以恒之前 抽我水 你知道抽水 什么意思吗 我懂我懂我懂 你懂吗是不是 就是我们 应该是从香港那边 开始的讲法啦 就是 You somehow utilize my content 或者是我讲过的话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拍了一集reaction video 那就是我之前 做过的开箱的影片 然后她就讲 这个property怎样啊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这样子 就review了很长 然后之后 我的朋友就send给我看 说 这个很厉害property的人 你看他review你的新家 我第一个反应呢 其实是有点 什么事情 我的新家 是不是怎么了 我觉得是不是买错房子 就是很厉害property的人 讲 怎么一个买 然后之后我看了之后 就发现 其实你也没有 你有善吗 你觉得 你friendly吗 我觉得很friendly啊 是啊 因为平时我一直 自己带人家看物质 所以 有一个普通人 给人家看 他们自己的物质的时候 的那种感觉 对我来讲 是很陌生的 原来普通人 是这样子看物质的 就是我们这种 普通人是这样子看物质 所以你的 那个 你的 电梯一开门的时候 我已经懂什么project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懂 应该不应该讲 这样子 是 好 那今天我这个普通人呢 就用一个很普通的angle 来问问看 非常熟悉property的人 你会怎么样 怎样讲啊 classify你自己啊 就是你是一个 property enthusiast 热爱property的人 就是这样子来归类自己 对对对 然后你就做很多的内容嘛 就也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是看你的channel 就觉得说 哇 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都是有一些是 那我们同学的 差不多 没有啦 你小过我啦 好心 所以 怎样 没有没有 再普通了一点 是吗 你要用对一点的那种 备份语言 怎样 如果我小过你 你怎样跟我讲话 你当我小过你啦 我就不一样了 坐姿就 我跟你讲 来来来来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对 就我身边有些朋友 都会去学 property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mco之后 感觉上经济有点不稳定 然后大家对 以前我们爸爸妈妈那年代 讲的 哇 你总要搞峻头棚 就是你要投资 property的这个 想法 这个mindset 到现在还适不适用 所以今天我们来 讲很多啊 大家一定要看完这集 因为我会 跟他分享很多 平时 大家都很想知道的真相 因为他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不怕得罪人 所以他的video呢 其实都会 踩一些project so bad 就是讲一些 不好的 就是这个property 你应该留意 如果要买的话 你要怎么讲 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要接受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子 所以算是很中肯的review 这样 所以讲一下你的背景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 property 这么厉害 property 因为我是读architecture的 我的degree 往后 之前要筹备 去外国留学 只是没有钱 但是那个时候 最快赚钱的方法 是做broker broker是没有 license的agent 以前的agent 全部不用license了 所以那一边就 开始卖物质 卖地 卖工厂 过后 就觉得 应该要去学一学 因为不会卖地 deed的regulation 太 complicated了 所以我就去上课 读了master's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是 人家在卖midvalley 那个时候才 哇 打开眼界 所以同一个时间 我也 在 做agent嘛 做了agent 做了我就觉得 钱是赚到 只是没有什么兴趣 就还是 整天拜 我们这种普通人 真的没有办法了解 什么叫钱 是赚到 可是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我那个时候 20亿 左右吧 然后你 每个月 无畏数薪水的时候 其实 就是拜四拜五拜 一礼拜都在zook的啦 你在zook做什么 吃洛洛 你洛洛煮是用chewas 在外面的嘛 一直十二块半那一种 所以 那个过后就看到 很多比较老一辈的agent 就四十多岁了 还在做一样的东西 你就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对 我就讲 只不过这样子就一生了 所以我就申请去 property developer 所以在developer里面 六年换了九个部门 是很不好的现象 然后从KL 转过去JP 然后回来KL的那一种 然后又看了很多东西 回来 有某种原因回来 然后才又回去agency做工 就做marketing 所以我是 one of the first one to use Facebook 来push project的 所以用video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做lead generation 可能卖物质的时候 那个一个lead才一脚 哇 现在没有这样便宜了 我看二十块三十块都来 三十块还便宜了 是吗 一般上现在是多少 很贵 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是哦 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在教agent 怎么样run ads的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四年前吧 哦 四年前的时候 so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鼓励 我教的学生们 你们不要再 而且这个是 internal stuff 不是教外面的agent 就是 那个老板看到 你会做广告 教agent做咯 我就讲 你们应该做一个频道 跟人家讲 这个project好 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哎呀 讲不了 容易你 这样容易你做咯 所以 你真的是做了 因为以前的我是 因为我年轻 所以给人家 推去做branding 公司都是这样子嘛 谁最年轻 哦你收Facebook了 你做branding了 这样我就没有啦 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不是靠脸吃饭 所以我不用紧 so那个时候 就被推去做这个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 是我给Disney书 啊 因为我就 用他们的content 那个时候 我不是branding background 也不是什么 我就是Photoshop 比较厉害的了 so 侵犯了有一点 他们的版权 这边顺道讲一下 其实版权意识 马来西亚人真的比较弱 那特别是 最近我遇到一个事情 我也觉得 就是现在有一些 很年轻的人 他们会compile很多 soft copy of books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很厉害的书 然后还有一套soft copy 他可能100本书 卖给你才19块9 然后你想看 我们这种辛苦写书的人 就真的是 写半年一年才有一本书 结果他们就可以100本 然后没有人发现 有不妥罗 但还买到很开心 PMPMPM来买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版权意识 在马来西亚 好像很多年 都比较差一点 我觉得也不是 只是做branding的人 才懂 才应该懂 but 问题是现在 因为我做的那一张照片 viral到香港 你用谁 我用Facebook 我用Ironman 没有 我是画他的眼睛罢了 就是整个图面 是暗暗 我两个眼睛发亮 coming soon 就中了 这个是65% suggestive of the content 数是什么内容 就是 就是讲你们用 你们有没有 买来生 有没有讲说 但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 因为我们 我是在工地 做sexy的 就我在那边 倒concrete 他们是找我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团队 只有15个人 要发展一个 2000多一个的地 所以我们一年 可能launch 三四个project吧 现在一个团队 40多个人 可能launch一个project 每四年 所以我们的workflow 是很 所以我是平时去工地 看工 拍照 然后又逗sexy 一起逗 我把人家讲 Disney要诉你 come on 等一下才聊 所以过后 因为我们 有retail的部门 然后extro也进来 那个时候 我们在联手 所以他们去解决 那个事情 因为我们也发现到 A公司的来生 也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 在这里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是有权利 可以告你的 如果人家要告的话 OK 所以这就是 你的background 算是 然后之后呢 你给人诉了之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回来嘛 然后我开始要做 这个channel的时候 因为我在公司 是advise人家 可能买第17件 第18件物质 然后我的老板 那个时候 也是问问问 我买了一个project 他跟他老婆吵架 因为老公要买整楼 整层楼 老婆要买一半 所以现在赚钱 他们在吵架 所以我就 哇原来 有权人是这样子投资的 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的邻居 就是可能有五个 成年人吧 在吵架 每天在吵架 越违的时候 尤其是因为要交租金 没有办法交 所以你看过 很有钱的人 也看过不太有钱的人 所以他们的差别 在哪里 然后本身的我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已经买不起物质了 因为有一些事情 我做了一个很 犯了很大错误了 在JB的时候 回来就没有什么钱 但是很想看物质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是 有时间就是看物质 娱乐而已的 但我朋友就每个 算我们走了 去看去看物质 看到来我就 我不能再看了 同一个物质 我看了四五次了 你还要再看 我就录一个视频 OK你们要去买物质的时候 应该看这些东西 就慢慢变成 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学剪影片 我也是跟你分享过 我那个时候剪影片 是用Photoshop剪的 对 我第一次跟他喝茶的时候 Photoshop 我又想怎样 因为我不知道 这种剪影片的 software的存在 我是从一个 但是Photoshop 做到完的那种 夸张诶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做 就是以一个 分享者来出发的 一个创作人 所以没有想到 人家会看的啦 其实那个时候 拍的东西 其实也见不得光的 很RAW一下的 很RAW 但是很RAW很RAW 现在变成风格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子 不是因为我不想 弄没它 因为我不会弄没它 所以现在变的东西 拍的东西 变成也是很乱水 所以从那一边 出发的时候 才变成原来 普通人跟投资者 的差别是很大 所以我带朋友 去看Sales Gallery的时候 利售是什么 这么这个项目的 Price per square feet 不一样的 三间房两间房 什么差别啊 像东 像北 什么差别 我就 这些都变成 很Logic的东西 然后租金 怎么样跑啊 怎么样去找啊 变成我 每天都在聊的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每个来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Eh Sean 可以陪我靠屋子吗 一定是要结婚了的 而且他现在的IG 他经常都在 回一些DM 会觉得 我自己也算 挺长回DM 我觉得你真的很勤劳 当然也因为你很有钱啊 所以你不用什么做工 所以你就经常 没有拉啦 I'm so free Oh my god 就是每天回一下DM 所以大家其实有 之前我想过 要不要先收集一些问题 再来跟你聊 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每天都在回复DM 大家有什么问题 直接去他的IG找他 会比较快 这样子 所以以前我 会set一个目标的 每天就是要回 差不多十多个了 DM咯 就是DM E-mail 然后有些TikTok 有些 你觉得马来西亚人 现在每一天都在问你的问题 大部分会是哪一种 这个项目可以买吗 OK 很直接了当的 I don't ask more Project A can buy 然后你会怎么答 我不答咯 这些 这些就不答 因为你 就是很明显 你没有看完我的视频 你才问 会这样子讲 那可以答的 通常你可以答的都是什么 可以答的就是 我的Project Delay了 其实他们怎么样算 那个Late Delivery的费用 然后我的项目 要卖 应该考虑到什么 怎么样找价钱 我现在 在跑的第八节 怎么样在拿Loan 很Technical 就很Technical 所以Technical才容易答 因为它有一个 Absolute Answer 对 它有对的答案 跟不对的答案 这个Project美不美 很Subjective 对 OK 这样我顺便也问你一题 就是我的新家 你开箱 你review的那个 它现在 Car Park漏水 可是Car Park的Defact 算是谁的Defact 谁的责任 Developable的责任 所以现在我要怎么样去 就我已经跟他讲了 是这样子 这样我的权利是到哪里 我一定要 如果是我家里面的Defact 当然我可以 喵你 喵到我满意为止 那Car Park怎么办 因为Car Park来讲 其实是叫 Accessary Parcel 就是OK 因为在Strata Law里面 There will be a main parcel There will be accessory parcel 就是你的 At-Con Latch 其实是Attacked to your main parcel 就不用紧 然后你有 好像有些是 你这个Unit 会有一个Store Room at Car Park的 那个是Accessary Parcel 所以你的Car Park Lot is an accessory parcel of你的main parcel 所以那个是属于你的 如果那个地方漏水 你是有权利 跟Management讲的 讲了之后 他需要做到怎样呢 就是需要是 做到美美 他会跟 就是 只是那个Late Payment 那个部分 如果他不做 我不能叫Contractor 来做 那个部分 比较Bler一点点 因为如果是说 你的物质漏水 然后你跟Developer讲 很多天 他们没有来修 你可以找一个 Registered Contractor 来修的 可是Car Park won't register Contractor 所以那一个部分 就比较难一点点 是咯 突然间 然后是我的ID 发现了 老水 然后我刚刚去过新加来 我发现 没有一滩水的够力 而且他是跟我说 那个水 ID讲 那个水 因为有那个石灰粉 弄到汽车 会很麻烦 会变成Staglamide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完了咧 就虽然水为财 你知道 OK 这个也要我问 华人有很多迷信 风水 你怎么看 还是你觉得 你应该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还是 有的 我学风水 主要原因 因为它会影响 我的单位的 selling price 你不信都好 人家信 所以你学风水 是因为 在别人眼中 这是valid的 不是因为你眼中 是valid 但是因为我本身 也想有没有 你觉得啦 我现在就问你自己 觉得 我本身信的 你自己有没有 一个experience 是调了一下风水 我的Lorex 买都两粒 没有带很多的 它每天在IG 有分享 没有啦 只是会 最近还去看 紫围斗书 哦 怎样 因为 上次也是跟你聊 给你骂一点 因为 那个时候 命有点转 有点太好 哦 对 我鸟他吗 讲话你 命太好 就是那个时候 做的 因为我在公司 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最年轻 就是one of the top 最年轻的 因为 但是你在职场上 你要做 你要上位 你是要踩人上去的 所以难免会有一点 仇人还是什么 但是做到就 有一点不开心 结果给人家 背后弄一 walk 然后就回来 这样子 so 那个时候 也买了一个 很 错的物质 结果每个月 还要给很多钱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个JD的incident so 其实是一个 还蛮 是1.6million的 semi d 然后 我们家每次拿 35年loan 我是拿15年罢了 所以你每个月 供多少 12千 我那个时候 我薪水才可能6千 我款了 我是跟另外一个股东在一起 但是他是很有钱的 那种人 so 他就没有 大得握手 哎呀 what so difficult 12千 因为他有 他很多现金可以买一排 但是不要买 他就跟我share 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就买了 很大的帽子 其实戴不到的 then 出息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才开始 去这个公司 做marketing 做sales 然后每个月 一定不够了 一定是有差两三千块 我想办法 怎么样再赚 然后 在JB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惨 因为 还要去捐血 卖血啊你 没有卖血 就是找 blood campaign 因为吃到饼干 哦 吓死我 所以我就去找 吃饼干 然后那个护士会 诶 你又再来 你又再来 我吃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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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你想一个 没有饭吃的人 他名下 那个时候已经有 四间屋子在名下了 所以其他的 如果有出一点差错 又要 卖金 哦 那个时候 哎 Malaysia 能卖吗 不能啦 so sorry too bad 以后我卖 then那个时候 也是每天都会有 五到六个电话 会打来的 追你的钱 so那个customer service 哦 感谢你 到五到五 在哪里 你的抗压能力 也挺强的 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 很多人来到这个位置 已经想 另外一条路了 就是可能有很多的 you know crazy thoughts but那个时候 最大的 inspiration 是那个Tony Robbins 讲的 但是我们 压力多的时候 其实the way against it 是 be grateful 其实那天 每天起来 就是 我今天起来 其实我四肢健全 我的思想 是清晰的 还有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 才可以变 这样子讲 很多人低潮的时候 道理都懂的 可是用不到 对 你会怎么样 advise 这样子的人 很低潮 欠很多 欠很多 很stress 每天看到身边的人的脸 就可能一直 compare自己 是怎样 我的看法是 以前会 听不懂 很多个词 是 how I wish that you have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why I need strength give me money 我就可以 carry on 到过后 其实那个strength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每天起来 第一个东西是 先算 五样东西 是我很 幸福的 所以我的父母 其实全部都健康 不用我去照顾他们 我有爱的人在身边 没有人向我拿钱 除了那个银行 然后其实我可以 四肢健全 可以在扁 我可以不睡觉 所以那个时候 养成的习惯 到现在还在用 就是扁 扁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 可能睡一天 一个礼拜 就是 可能睡24个小时 就一定会有 两三天 是没有睡觉的 做什么 忙什么 就是忙 editing 所以我做 我很厉害做video 做content 是因为可以 这边拿300块 这边拿500块 做给人家 freelancer 这样子的 就是来补 罢了 所以就是 现在你的channel的内容 有一部分 是从那边来的 就是那一边的 所以我 那一边 build up的technic 跟skill set 全部都现在 你叫我做content 我一天可以做 很多 很多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diarrhea 你的content 控制不住 所以我的团队 他们很怕 我上坐飞机 我知道 他上次有讲过 就是 什么啊 你坐飞机 就有很多东西 伸出来是吗 对 因为那个 一个小时去槟城 OK咯 就做了七八个 阿迪哥 这样子 然后你arrange 这个arrange 那个我要做website 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个 很多东西 要做 你还没有讲完 你的职位斗数 刚才是讲低潮 然后讲是 为什么突然间 转到去命太好 哦没有 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 不是 我不能控制 怎么样让我命太好 怎么样让命比较好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了 只是 那个时候突然间 每个人都讲 好 很好 我们go with you 所以那个时候 赚到的钱 也是很下早的 那个时候 就觉得 我要去看一下 其实 突然间太幸运了 很怕是吗 所以那个时候 才学到什么叫 黄金十年的 那种东西 现在你是黄金十年吗 他们讲我在 那个时候是迈入 哦 多少年前 三年前 我现在给你 我的上层八级 你可以算到 我不会算的 我是给人家钱算的 我还以为你学 你就会 等我满心期待 我们要不要 录完算一下 我是给人家算 你做对了什么 你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 我坚持 坚持做自己喜欢 做的东西 就是build content 跟share 就是build content around things I like 其实这个是 很多年轻人 现在都 比较难 因为 主要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对 不要讲要做什么content 先 对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很喜欢篮球的话 好像我也是喜欢篮球 我一天到晚 就是听你篮球的话 你可以做content around篮球 放tiktok 放facebook 你可能会有一篇天的 不过 因为needle也是 需要很多的content creator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 年轻的 有potential的 跟他讲了之后 最大的bug 永远是 我多久之后 可以看到钱 总是觉得 我一般上有讲 你前面一年 可能是没有reward的 一年很短 我觉得不够 是不是 其实 最 比较safe一点 讲法是两年 可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没有这个耐性的 所以我都一年了 一年到年半 我们来看看进展怎么样 那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如果钱是你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要在这个行业了 可是你看你有钱 你买rolex 像买starbucks 但那个时候 我买rolex 也是 才一年前不了 我前面几年 我现在做了1000多个影片 在facebook 没有facebook youtube spotify 没有啊 如果我做1000个影片 我可以买rolex 买starbucks 我会做啊 可是我不知道 我做了1000个之后 会不会这样子吗 对不对 但是我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是 我肯定讲 你做了1000个 你会比现在好 exactly agree 这样你就会做 所以很多人现在是要certainty 有确定性的 我的目标 未来比较好 我才肯放心思 我可以确保 你一定会瘦15公斤 但是你每天就要做这个 这样就要担保啊 所以这个是那个accountability 中文怎么讲accountability 很难翻译的这个字 所以很多人就是 好像买物质这样咯 虽然这个物质可以买嘛 如果你赚到钱的话 是你的 你的厉害我 亏钱的话 是我的错误 确定性啊 你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这样子做 一定是这样 其实它是个违反人性的 一个做法 那时候你选择这条路 会不会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路可以走 不是 我是有full time job的情况下 做这个channel的 你为什么知道这个会是一个 可以买lorex的路 我不是为了lorex而做这条路啊 我真的是为 那个时候那个monetization for那个youtube channel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什么了 很好 这条影片我就给所有我的new creator 你看 你看得明白 回来找我 所以我也做tiktok也是 就是我昨天才发现到 原来要放我的手机号码 才开始monetize的 tiktok啊 哦 就我tiktok 比我的youtube红很多 哦 所以那个tiktok的人 在打电话 诶 你懂你的channel是可以monetize吗 哦 哦 ok ok 做的时候也是 做爽 真的是做爽 因为一个 opr又赞了我 你有什么看法 啊 对 哦 这种我就 你要我写一篇文章 怎么样讲 你给我90秒咯 我就来讲 其实还是很便宜啊 因为你比起 1986年的时候是13% 曾经有去过到13%啊 我的爱因 以前买物质是13%的 Oh my god 15年论 13% Oh my god 怎样买得起哦 是咯 所以我们家就讲 以前的物质很便宜 你还是买不起的 嗯 所以你 所以那个道理就是 物质永远都是贵的 嗯 真的是这样子哦 五年前的你还是贵的 五年后还是贵的 所以你会不会因为觉得 物质永远都会比之前更贵 所以现在就好买了 看你的 以前这个是我的看法 嗯 我还没有真正发现到 Creator这条路的时候 因为我是打工 组出来嘛 所以比起打工的组 我的security是我的薪水 28号一定进的 嗯 只要我不要踩到人 不要犯罪 一定OK的 一定过了 so 你除了工作上 没有其他赚钱的方法的话 就买物质了 我觉得 嗯 它会 它一定会比你的薪水 跟saving account多钱的啦 所以如果你 又想做creator的话 那你就做creator 可是不要买物质 你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 因为现在的机会太多 以前我买股票的时候 是用DVD 按那个 button 看那个红房 哦 对对对对对对 吓死我 我会DVD的可以买股票 看股票的嘛 OKOK 然后你还要去打给你买一下 unclean要买 对对对对对 然后五点就管 对对对 四点多了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打不通 so 现在online可以买Bitcoin啊 买美国股啊 买什么什么说 然后咨询一大堆 所以你觉得 现在不需要买房子了吗 不是不需要 看你的房子 如果你是25岁 所以你有那个野心要开创一片天 你要做开自己的公司 要买奶茶 要做非兰色什么的话 commitment你不需要的 你突然间每个月要给一个三千块 你会死的 尤其是做生意的 你没有现金流的话 你死定的 这样什么人一定要买房子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安静乐业的 我觉得我的这个manager职位 一定不会被吵的 我是政府官员 做医生 一定不会被吵的 但是我有很多extra的钱 我就ok 我觉得你应该买 这样 为什么是买房子 不是买crypto 看你的功课做到哪里 如果crypto 你可以亏完 你就go ahead 好像我的 不是我罢了 其实很多人买那个luna的 全部亏完啊 98%啊 你还好吗 ok 因为我本来就是以一个 1% of my portfolio 放进去 其实我现在有什么coin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我就是玩来了解一下 因为绝对的 这个会是 future 所以现在要玩一下 了解一下 luna crash 因为上次我跟他聊的时候 luna好像没有出事 luna倒了 你还会这么说吗 crypto一定是未来 一定是未来 而且nft也是 其实很多人买nft是为了炒 我买nft是为了了解 我们的tenancy agreement 可不可以变成nft 其实它是smart contract 我卖物质 可不可以用nft 来做一个 那个contract instead of 全holdhold的纸 有买一个物质 要八个月 我卖了一个物质 就是那个很惨 那个物质 我卖了 其实九个月了 钱还没有看到 他们过来 所以很多玩crypto的时候 要去转去房地产 是一个很另外一个世界的 所以我喜欢房地产 因为它慢 malaysia 还好我们没有战争 我们没有天债 50年后 那个屋子一定在的 然后只要租得出去 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的策略 其实还蛮闷的 就是一定是要 我们回到去最old school的 那个location 有什么 facilities有什么 我是看租金吧 租金 怎么样看 因为租金 我觉得是 the indicator of the temporary need of a space 暂时性的需求 Let's say Bansha South 你很喜欢Bansha South 因为它是同巴达 但是你不会住在那边 不是你哪一间 OK but那些比较小间的 因为很多人是打工租 去租的 所以它只需要两年 他没有可能要买那一间家 所以你的意思是 现在如果要买房子 应该是找那些 租的出去 而且是short term的 就你想象一个人 可以在那边 住两年之后 他就会搬走的那些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 人家会给的租金 会高过房贷的 为什么呢 明明我知道房贷2000 这么多要租2500 因为它不能买 不能买或者是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buy 为什么Mont Chiara 租金这样搞 因为很多expect 你叫expect买 因为它来这边五年 你叫它买个屋子 这样子我讲 学生区一定可以 是啊 until covid happen 是咯 所以tourism 也是until covid happen but那个是20年 30年都没有看过的东西 那个是不能blame 全世界都呆我 所以如果你现在 给大家tips 要买房子的话 就是学生区或者是 不是我是看租金 我还是看租金 就那个logic 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啦 就是short term的 如果有人在那边觉得 我是不会买的啦 可是我硬硬还是要住在这边 所以投资 我真的是看计算机来做决定的 ok我买的物资 这个是去年买的 它三间房的一定 租金最低 现在市场上最低2800 我的每个月才给2800 我买不了我 是咯 所以你买不买 你可以讲哪一取的吗 不可以 but就是赚定的 是不是买多几件 可是你要租得出 again 他有什么原因会租不出 没有咯 所以其实租金是很难上跟很难下的 你跟一个tenant讲 我要骑你50块 就我叽叽叽叽了的嘛 对 因为太多同区的会被compare 所以租金是一个很transparent的data 这个市区1500就是1500 2500就是2500 而且很明显 为什么它是2500 所以有这个data in the market了 人家还是做很错误的决定 我是不明白的 有些impulsive的想法咯 然后朋友讲讲讲咯 然后agent讲讲咯 所以part of我的教的方法 其实那个step number three 是看20件物质 at least before你买第一件 before你买第一件 第二件呢 第二件你再看更多咯 因为以前我的方法 我学的是50件 我们看了50个项目 做了ROI ok这个为什么买 为什么不买 为什么买 为什么不买 所以我的review里面 都是有三个好的 跟三个我不喜欢的点 其实没有一个project是完整的 当然了 但是很多人不敢认 对 明明就是在low cost 个币嘛 是不是 but很多人 怎么我买这样贵的 怎么还在low cost 个币 你买的时候不知道的 以为之后会有改变吗 就像爱情这样 有没有 我为什么嫁给你 我以为之后你会有改变 所以我就以这种看法 看房地产投资的时候 就还蛮logic的 所以你就觉得有那个 可掌控性的 而且Let's say 我就可以很自由的 做我爱做的东西 做影片啊 做什么 看物质啊 我也很确定的 我的investment会很safe的 所以那时候你刚才讲 最低潮就是JB那一个事情 然后现在 逐渐稳定了 那现在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现在其实是做更多了 所以现在我主要是 讲英文 做英文视频 对我一直跟他讲 可以讲华语的 因为华人很有钱 对啊对 我也是觉得 所以我现在是 其实在想办法 怎么样做中文视频 then其实我TikTok 是讲马来文 then就是有点做不来 so 我本身就 因为本身是剪影片的人嘛 突然间把这个 这个creative给人交的时候 会很难 还没有 完全理解 就是那个放手嘛 对对对 so那个时候 其实还在这个 transition当中 可能如果要把团队 做大还是怎么样 but我也是看到很多 content creator 好像 Casey Neistat 那种vlogger的 他们也是一个人的 你的时间咯 就是你的time cost 多高 不好吗 但是 所以我也是 每次跟团队讲 我追求的不是 我的sales number 或者是我今年 可以赚多少钱的 就是州啦 你直接讲州也可以 州是雪兰儿啦 一定啦 雪兰儿 如果是租金回酬率的话 一定是clankvalley的 so like under my head 其实我也不怕讲了 就是 Montkira咯 Ambang咯 Teras咯 KLCC咯 Bonsa South咯 其实Bonsa South的回酬率 比Bonsa好的 Thanks 这个是以一个投资者 为来出发的 一个method啦 因为我是看 栏里的rental最高 so我是看 rental高的地方 我就鼓励你去 去买 可是刚才 你的那个list里面 有一个surprise到我的 Teras Teras的资金很好啊 Teras资金很好啊 你看那些MRT那种 TOD OK TOD means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where你有 RT啊 什么station啊 office啊 有mixed development的 so 现在很多 因为我们想的expert 每次是那种按摩 其实也是有中国人的嘛 所以我全部的户那边 整个小中国这样的嘛 你是知道在Teras 所以租金都很好啊 Studio unit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 我租不出去 其实因为你的unit空空 对 还是稍微要装修一下吧 是不是 就是要minimum的 还是要做到这样子美美 你有看你的target audience是谁 如果是年轻人 为什么他要租一个小小间600房车的 where I can afford something that's three bedroom的 他是要quality of space的人啊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比较这样 所以你有你是 你的studio unit是处在那一个category的时候 你就要做美美咯 你做空空给人家 人家都不是要省钱的 是哦 就是有钱嘛 我就是有钱 我就是要quality的 所以在Monkara的unit 大多数都是要这样子 才可以租出去 如果是第一次买房子的人 你会有什么advice给他们 除了是看二十件之外 OK 我有一个basic four steps 第一个就是你把你的目的搞定先 是投资还是 自己住 但是很多人就是来 我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的时候 就是你要买一个项目 where那个租金可以cover你85% installment的 我就觉得你可以go ahead 因为你可能你租了 你自己租金去五年后 你会搬走 你搬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 那个时候你要租出去也好 卖出去也好 都很容易卖 明白 第二个就是 你要看你可以借多少钱 跟银行借多少钱 很多人说 哦 我喜欢看 就是每次去邦莎 去那种很advice的地方看 我后 我原来可以afford 500,000,500,000 但是你去看50万的屋子的时候 怎么这样的 这个project有6,000间 density太高了 突然间你的现实不达你的梦 想象 因为很多人 现实来讲 不是每个人都藏买物质吗 其实这是cake的点 就是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多的 不像你这样二三十次 这样如果是一般普通人的话 可能犯错的几率还挺高的 所以你跟装修一样 买物质的次数 跟装修的次数是一样的 所以一试的人里面可能装修两次 所以经验也有限 第三个就是 你有你的目的了 你懂你要做什么了 你可以买多少钱 OK 才看地区 或者是看你要的种类 就是说如果是50万 我可以买一个小小的studio 跟买一个双层牌屋 只是地点一定不一样 然后sub sale也好 new project apartment landed 套号秀是什么 cluster home 又是什么 看到完 因为很多人都是听讲 爸爸讲一定要买双层牌屋 结果买到远远 但是在Tunariza拿到工的时候 对 就很痛苦 每天下一次的时候就后悔一次 所以你一天花四个小时在马路上的时候 那个屋子又要租出去又心痛 因为装修美美了 本来要自己住的 但是要卖出去又亏钱 有人要 这个还蛮普遍的 所以每个人都是跟我讲 然后最后一点才 make the informed decision informed decision 怎么说 就是你要懂这个项目的好坏 过后风险多高 过后才做了决定 很多人是买了屋子 都不懂屋子在哪里的 其实很多人买屋子了 前面有一个low cost的 前面有一个学校的 前面有一个什么 然后跟我讲 I didn't know when I buy 为什么啊 这个我很好奇 就是你总会有去过那个地方才懂 我去看那个sales gallery里面的scale model 然后他们做的3D图 就是在sales gallery里面有另外一个expectation sales gallery现在是design as a sales funnel了的 你进到去的时候 你一定是book着出来的 是哦 不是pop着出来 是book着出来 一定是book的 而且最好的punch line就是说 试一下lona 是 现在我们booking fee很低啊 现在是免费的 是咯 零 是不是 你过得到贷款你就有屋子了 你过得到贷款你就讲 我过掉了 我不可能不买嘛 买了我会跟你收500哦 你cancel反而我跟你收钱哦 哇是不是很尴尬 但是你要赌上你35年的committment哦 是绝对是这样 诶 然后我真的很想问 嗯 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他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不是guru 然后他又好像没有sales 所以你对于现在市面上很多guru 关于房地产的各种投资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是一个business来的 因为很多developer会有卖不出的物质的嘛 很多嘛 不是每个项目都卖完了嘛 但是我不可以光明正大的卖的我 便宜卖不能 没有 Let's say我真正 很normal的卖也是不可以啊 Let's say比如讲你的项目 现在还是到处都是广告 诶 四年了都卖不完 哦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property的marketing有期限的 有expire 多久啊 就是四年后咯 起好了还卖不完啊 嗯 是哦 我没有想过 哦 我以为是不能够光明正大便宜卖 嗯 那个是那个是第二个tier 第一个tier就是 不能光明正大卖 啊 OK 我就OK 我 现在我要卖的话 其实我不可以卖便宜 其实有人 Let's say 好像我要来轻货 我要100件 你给我便宜点 但是给你们 一找买的人知道的话 哇 超不平衡的 我现在那边有Lay Long House 我都不平衡了 嗯 所以我很多 所以我很多项目是买 比第一期 first buyer买的价钱还低的 嗯 这个也是很 很敏感啦 嗯 这个就有点敏感 所以很多人就跑underground underground就是我怎么样光明正大的 讲我要卖便宜 我需要一个人咯 就是agent或者是谁来收购100件 但是他们怎么样 create demand for这100件呢 我就不理啦 我就 哦 我就鼓励大家学房地产 其实那个knowledge是对的 你学完了三天上课完了 哇 很hot的嘛 一定要买十件 我要买 我要做property millionaire 以前我还有去的 就 high five to the person next to you high five 哇 我property millionaire nothing to buy 嗯 要不要买 I got 嗯 这个developer我很熟 我们不可以让他更加强的 啊 这样子就买咯 嗯 so 变成是一个demand and supply的东西 嗯 只是 呃 很多人没有去想 就是 其实 那个guru有没有买 嗯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吧 然后我只要穿上西装 疏 头发疏眉一点 做了影片比较更巴一点的时候 就证明我有 我有能力吗 很奇怪 但是 那个道理是对的 因为我每次拍影片给人家 笑你不可以穿好一点 你头发可以梳一下吗 今天有梳咧 今天有梳 因为 我面子大一下 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所以我跟他讲 第一次见面有穿 shirt 所以这个是一个渠道 买物质的渠道来的 一定有人成功 跟这些guru买到很多间 我很成功 只是 他们的方法也是对的 道理上是对的 只是很多人突然间 你买property 有这个东西叫cashback 啊 你有没有 你怎样去用你的cashback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不明白的就是 你买物质我给你30% discount 但是你拿loan 你是拿90% 你有20%cashback cashback我就给你 我突然间 你银行里没有200千 现金的时候 心就痒了 对 就把它花光 那个车本来没有钱的时候 还雇有有钱的时候 便宜吗 所以那个本来是给你 慢慢dip的 慢慢供你的房子 因为你借还是借90%的 对 所以那些你租出去了 还有一个差价 to your installment的嘛 我每个月补500 我可以补很久 我可以补8年 我补完8年 那个property 照理来讲 应该是回去 original价钱了 我就不愧亏啊 只是突然间 我家拿手势给你的时候 我要做装修了 你的钱 然后包赚的时候 你买一间200千吗 想象一下你买五间 millionaire了 而且是cash 所以很多人 你不会用那个钱 不用请我帮你用 有这个 再stick 买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起做 投资另外一件东西 就roll and roll and roll until the shit hits the fan I see 所以很多人就 有这些故事 in the市场 很多人很想自杀 什么 因为房贷真的是给不到 所以很多人去做假账 去一个公司 做假的职位 给你假的EPF 做了六个月 我就可以拿银行拿的吗 对 对还是错 其实他成功就对我 他失败就错我 对啊 他可以拿那个钱去周转 或者是做 其他的安全的投资 他就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很多人也不了解 就是我身边很多生意的人 其实是买物质 拿cashback去做生意的 因为那个loan 其实是最便宜的 interest rate的 2.9% 2.8% 拿1万million出来 哇 记算 你去拿personal loan 可能8% 12% 前提也要你接到啦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做生意嘛 一定接到的 只是 我去 现在周转不过 去买物质 so 这个就是那个矛盾的地方 如果成功的时候 不是老师的对我 因为我厉害 我选这个老师 我厉害我 把失败的时候 老师得错我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不做guru 不是 我觉得 我不要往哪个方向走 因为这些有 again 有expirated的 因为他guru的生意 都是因为我推 property A for example A 像 交锁时过后 我的生意就很差了的 因为现实 kick in了嘛 你讲的可以住3000 现在1500罢了 是不是 but 其实是 fully furnished 才有3000 你没有钱 fully furnished 又关我的事 他就有另外一个 service是 provide你这个 你没有subscribe嘛 不是我 不要讲什么嘛 so 很多这种 never ending的东西 but 当时的你 已经做了一个transaction 就是我收你的权 我教你 我做的东西 就不是我 你要不要听 你买不买 我没有什么理 我就是要讲罢了 so 你变成 所以 这个是我 其实还是很好奇的 我做了差不多1000多 2000个影片 online 人家还是给钱去听 我讲的东西的 所以现在很多 在development公司的 他们去开会的时候 这个东西 老板我不赞同 因为Sean讲不是这样子的 变成有心的人 真的是看完影片 听了东西 这个是 行业里面都在用的词汇 算法是什么 but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Sean你在讲什么 你讲transfer beam transfer slab efficiency 什么东西 so 所以我不要做 那个guru先 I'd rather do I'd rather be 那个比较 a big brother instead 因为我的 那个时候我开 这个channel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有一个 17 18岁的 我 我17 18岁 开始学房地产 本来17岁要买物资了 只是不够税 不够 不够税数 签不到 不够税 不够税数来签contract 所以那个时候 就买不成 so 当时的我 如果有像我这样的人存在 一直 分享东西的时候 我就少走愿望 很多路 很多愿望路了 ok 所以现在你 不做property guru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 觉得更有意义的 事情 想要做 but 讲比较大的野心的话 就是我要 我的目标是review 1000 properties 现在到多少了 230 230用了多少年 4年 所以是another 20多年 20年吧 所以我很期待 因为我每个礼拜 upload一个video 所以我 20年后 我可能50多岁 就看完1000件的时候 还有谁敢讲 自己是guru 可能那时候YouTube 不在了 which is like shit 多了这样 我不觉得 你自己可以archive的嘛 对对对 so like 你想过 你一个人看过 这样多东西的时候 现在我看 我 很多人不知道 我去看项目的时候 其实都是 我没有review 我没有先 事先做功课 进去第一感觉 你给我 得到我 阿哥阿哥算出来 这个developer 你怎么样赚钱 有没有price错 这样子 所以因为在这个行业太久了 对 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guruna part 可能是有一点technical的 我担心大家可能 不太熟悉 可是again Sean应该有在 他的channel里面 分享很多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去 无论想要了解 多一点房地产也好 或者是想要听 看他是怎样 你会算的吗 就是在你的影片里面 还是你直接讲的 我算是什么 把那个 我没有算出来了 就直接讲了 因为我不会放 那个animation进去 因为你上google的话 how to calculate 其实很多的嘛 不用 现在很多要spoon feed的嘛 他们又要他 第二step 要找另外的info 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 很多人 还是喜欢去上课 对 其实我还蛮普遍的 很多人 Shan我真的很喜欢 你讲的东西 只是我不懂 怎么样开始 我跟你说 你下次做sharing 你不要做 就是一定去hotel的 全部人要穿西装 那种class啦 会会会 你casual一点的sharing 然后是可以很低的 you know cover掉你的cost的 一个收费就好 你还是有成本的啦 没有啦 我就是 oh I will be in this location today so see you guys 只有一直想要做这样子 but 我怕谁会来 因为其实很多 在市场上 用我的照片 放在他们的project 然后讲 oh 就send给顾客 人 review在啊 很多人以为我在卖 oh 因为我review了 他们就以为我在卖 oh shon都讲好了 他们只把好的部分剪出来 thumbs up shon都endorse的 然后我的 其实是我的粉丝们 就send过来 他们用你的图 他们用你的图 我已经port了 他们very protective over me 这个是还蛮难能可贵的 其实就很珍惜 很多人会讲hater什么 其实 遇到的贵人更多 是 其实真的有 很多网路的爱的 只是因为那个是私底下 对对对 大家可能就是 觉得好像真的是 person to person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说 哇 要公开 秀如你啊 就是怎样 也是有趣的 刚才吃饭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跑过来 也是马来同 马来朋友的 诶 you sean kan 我刚才买的第四间 这一间物质 1.8 million 有钱 有钱 因为我做的影片 然后影片里面 我一直讲 他的坏话 罢了 为什么他还买 这个地点 没有人要因为 那个土崩 常发生 这个地方 你要小心一下 因为你有个公寓 会顶着你的block 这个地方 那个project太少了 你的maintenance fee 可能会比较高 什么一直讲到不好 哦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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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informed decision 我懂完 项目的确点 所有的资讯 才做的决定 informed decision 我真的没有办法 用华语来 所以我要做 在得到所有资讯 之后做的决定 哎呦 你讲完我就走了 所以其实中文 有很多字 我们经常讲 中文很多字 其实英文很难 直接translate 但是英文也有很多词 是中文很难讲完的 所以你应该做中文的 你看 他一直都觉得 啊我中文什么 他很流利啊 可以讲很多啊 因为 不懂勒 就是要做教学的时候 我突然间咬字 好像 哦 OK 如果你有 想要怎么讲 知道Sean的一些 更多的分享 如果他想 他即将会做 分享会 免费的team 他去哪个 IG 你现在最最多 跟人家互动的地方 是哪里 IG对吗 IG TikTok Twitter Spotify YouTube Facebook 同事啊 没有LingTin 会不会讲LingTin LingTin LingTin没有 LingTin没有互动 LingTin比较多 自由意识的人 是哦 是以为 哦 希望我是这个 LingTin不是 比较 job searching的 其实我的看法来讲 LingTin跟 五年前的Facebook一样 只是他没有 这样多人而已 就是本来 明明就是一个 marketing manager or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deas and translate them into什么 是这样的嘛 现在 是咯 所以就 你不用有实际 有姿势 跟那个 什么 有一个 clubhouse 你懂clubhouse 哦 更多 现在不 不停了吗 因为很多人 Hi Sean I got a question but just some self intro 他就讲了五分钟 就是下次来 promote他自己 我就听到 Sean Sean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其实今天我们 真的可以聊很多了 我有聊到你要聊的吗 还是你有什么要讲的 你算是 第一次 对Chinese audience吗 还是 没有啦 有几次讲过中文 只是 很多 所以有很多 讲中文的市场 都不认识我的 所以我去 每次去混那些地方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今天应该有人 因为如果没有人认识你 是我的失败 不是你的失败 他讲咯 不是我讲的 所以有吗 有什么要 educate一些 你觉得 或者是分享一下 Chinese audience 我觉得 again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这个 很多人很缺乏 哎呀 人就是一个 情绪化的动物来的嘛 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 你讲咯 你讲可以吗 明明自己喜欢 明明知道 所以很多人 我买物质 你看租不出去 你明知道租不出去 你怎么还买 那个老师 讲的 又是那个老师 是哦 所以 他讲他曾经有被 property guru的一些团队 好像攻击过啦 所以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理智的 again 我们刚才讲的 课是好的 你学了之后 怎么样用 跟你有没有 把你不应该 花了钱花掉 that's all 是不是这样子 跟健身一样 如果那个 trainer跟你讲 ok拿重一点 拿重一点 但是你受伤 trainer的臭 但是你挪到我 你身材变成很好 然后你 很有achievement 你的follower变成很高 因为你有6 pack 过后 哇 你的厉害我 所以你是不觉得 华人被告 终于来 而且我看到 很大的差距 因为就是 不懂英文跟你讲 英文的华人市场 PJ的华人 就很多banana的 他们聊的东西 已经是另外一种 因为我们 content creators financial 其实也是很少 没有几个罢了 来来去去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东西 已经还蛮深了的 所以 在中文市场里面 没有的 如果我今天 做了这样的YouTube 我去做 Chinese version 中文 version of it My English and Mandarin keeps man generally OK 所以 我觉得 他们还没有被 educate到那个位置 所以我讲回来的东西 是我4年前 讲的东西 是不是要做回 做人间 我在中文视频那边 讲 真的是Doremi 包括这边 又要讲composure 讲节拍 那个时候 讲感情 很 很难 所以讲了4年的content 我还不能教人家 买第4件的物质 怎么样买 还在第一件 所以很多 比较technical的 我就有NFT 我就卖NFT 然后 见面 3 hours 我就会跟他们聊 其实 多少钱 是0.5 if吧 多少了 现在是1.5 很低 我是收回几 几个 因为那个时候 code不来 太多人买 我也是自己 是吓到 因为 如果我去 normal market 讲我开课 一个小时 多少钱 我觉得很多人买 但是很多那些 property investor的人买 已经有15间 18间 25间的人 会觉得 我更猝比 但是你 第一间的 so 我 没有机会 跟Sran讲话的 所以就跑NFT 那个部分的时候 就 那些uncle 全部都不会 NFT是什么 所以就排除uncle法 排除uncle法 真的 他真的是不怕 给人骂的 你 真的不怕 因为如果你承诺 自己的uncle 你这么bias uncle 不是bias uncle 只是我要 reach out to the younger version of me 你已经这样 有钱了 你已经18间屋子了 可不可以 给人家机会啊 我一直在那里 像我这样 年轻人没有用的 我年轻人 因为uncle讲 他有18间了 他看不起你 他就不要买了 而且这个是难免的 爸爸 投资不成功过后 希望孩子 没有整个family tree 对投资的看法 已经不好了 因为你一个人 失败不了 所以这个是 还蛮现实的 而且 很多人也不知道 YouTube 是可以学东西的 对 老一派的人 的确啦 就觉得YouTube 是for entertainment only 所以如果你是 怎么讲 younger version 就你觉得 你很年轻 想要学投资 你可以考虑 share一下 这支影片 那如果是uncle 就不用了 因为Sean 没有要educate你 sorry 他没有要share secret给你 对的 这个是对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uncle的话 你就不再学东西了 我有 audience就是55岁 买第一件 他直接是 I got 100 这样他可以借多久 I got 100 million in the bank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他这样他55年 活来是 就是一直在打工 一直在赚钱 突然间 很多的是从 Australia要过来 Torrento要过来 Hong Kong要过来 其实我买的项目 很多是香港的人 跟我讲 这个项目 有人在那边卖 你觉得好吗 这个还蛮不错 就我自己买了 你刚闷着 我是这样子发现到 我买了那个项目的 香港人也会买 为什么 原来那边有很多香港人 我这边什么 什么什么 真的是 我觉得他是很贴近观众 然后是很愿意交流的 所以大家如果 要 provided你不是uncle 那如果要知道 更多的房产资讯 可以关注 Sean的YouTube search什么 你的keyword是 I-H-E-R-N-G 对 他是Sean 他同时也是 E-H-E-H-E-N-G 然后你可以 去关注他的IG 如果你想要跟他 DM交流TikTok TikTok Facebook 全部都有 Social media platform 都你可以找到 他的中影 的确是可能 华人圈子 说中文的 可能比较不熟悉他 可是 的确在他身上 真的是学到很多 前提是你要懂得 听英文啦 嗯 Sorry 哈哈哈哈 好 谢谢Sean 谢谢 谢谢